传说 这里有一口致命的毒泉 名叫扯雀塘 其毒性令人挡汤 在极短的时间内 便会让小动物命丧全口 然而 扯雀塘内 却并不存在有毒的物质 一口无毒的毒泉 又因何成了人们口中 弹枝色变的境地呢 扯雀塘那个地方呢 会冒出一个气来 那个小鸟从那里飞过 它就会被吸下来 就死了 所以就叫做扯雀塘 当地人传说 扯雀塘原本是一处温泉 由于年代久远 泉水已经退去 恐怖的是 里面会冒出一种有毒的气体 鸟类从上面飞过时 就像被一只无形的手 将其拉扯进塘内 转瞬之间便会中毒死亡 扯雀塘的传说 让人都对其望而却步 其踪迹也隐藏在大山之中 少有人问津 扯雀塘这个地方比较大 但是很多人说是 那个毒性猫出来 都是活动的物 村里人告诉我们 扯雀塘的位置十分隐秘 现在已经少有人知道 想寻找一名知情者 也并非意识 扯雀塘的传说 到底始于何时 无人知晓 在驱使箱寻防过程中 我们都知 扯雀塘再次鸣声大噪 是上世纪六七十年的 腾冲的温泉非常多 也非常有名 并且背后还有很多的 故事 据说公元二百二十五年 诸葛亮率领蜀军 七擒七纵南亡梦霍 最终平定南中叛乱 据三国志记载 蜀军在云南作战途中 长期跋涉 由于天气炎热 饥渴难难 将士们误饮了 当地有毒的泉水 腹部疼痛 口不能言 最终在一位智者的帮助下 复饮安乐泉 将士们才得以解毒 这次我们要探访的扯雀塘 似乎更加害人听闻 不喝泉水也会中毒身亡 这样的泉眼会不会只是存在于人们的传说里呢 这位村民告诉我们 他曾深入大山腹地 探访过扯雀塘 扯雀塘位于一条河流的旁边 立于悬崖峭壁之上 此前曾有人修筑过一条木板栈道 栈道的尽头便是扯雀塘 从一处茂密的森林 向大山深处点进 寻找传说中的毒犬扯雀塘 茂密的枝叶几乎淹没了整个路途 行进的速度显得有些迟缓 山路崎岖蜿 似乎难以找到尽头 人气罕至 让这里已经接近荒废 穿过丛林之后 我们到达一片开阔地带 村民说 这条河是龙川江的支流 通往扯雀塘的木板桥 就在江畔 根据村民的指认 眼前这个大约三米建峰的陷坑 就是扯雀塘 杂草丛生已经遮盖出了 它原本的面目 如果不是刻意寻找 很难被发现 这样的景象 似乎令人有些失望 这就是传说中的扯雀塘嘛 表面看来 这甚至不能被称作一处泉野 很难想象 如此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会是暗藏杀鸡的毒犬 塘内有少量的积水 犬口处两只小鸟命丧当场 村民说 这些小鸟 很可能就是被扯进塘内 中毒死亡的 然而 根据传说 扯雀塘的威力 并不仅限于此 它可以让一头羹牛 应声倒地 如果传闻果真如此 这样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堂妹 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让她成了生命的杀手呢 经过艰难的跋涉 我们终于找到了扯雀塘 可结果似乎令人有些失望啊 聪明传说的致命魔堂 竟然只是一个不大的水坑 虽然在现场有一定的发现 但是我们依旧没有见识到扯雀塘真正的威力 如果真像人们传说中的那样 扯雀塘是一个能让生命顿然消失的魔堂 那么 这里面的秘密又是什么呢 为此我们决定再探独权扯雀塘 流传于村民之间的诸多关于扯雀塘的传说 似乎让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扯雀塘对于右脚生命的杀伤力 然而大多数的人们更愿意相信 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再次探访扯雀塘 随行的还有云南省地震局腾冲地震台的工程师 此外村民也找来了实验用的家庭 再次来到木板战道 同样需要十分小心 甚至每一次落脚的位置都要精挑细旋 小木不堪重量 人要尽量踩在战道的横梁上 稍微不善便会有重落的危险 用母鸡作为实验品来在线扯雀塘 对生命的杀伤力 要想保证母鸡的生命安全 在危险发生的前一刻要尽快将其救出 村民将母鸡的一只脚用绳子拴好 然后放入扯雀塘 令所有人震惊的是 短短几十秒钟 母鸡便面临生命的危险 看似安静的扯雀塘 瞬间变成了沉默的杀手 村民赶紧对母鸡进行施救 希望可以挽回她的生命 扯雀塘的魔力让一只健壮的母鸡 在极短的时间内失去活力 奄奄一息 垂死挣扎 村民的奋力施救 似乎难以挽回一个优秀的生命 然而 想要奇迹出现 考验的不仅仅是施救技巧 还有坚持 十分钟过后 母鸡渐渐恢复神志 虽然活力不如之前 但总算保住了生命 扯雀塘对于母鸡的杀伤力 令在场的人们都大惊失色 母鸡刚被放进扯雀塘 便感觉不适 呼吸困难 从母鸡进入扯雀塘济时 仅仅十三秒钟 母鸡便应声倒地 生命危在旦夕 如此看来 扯雀塘让一只羹牛命藏当场 不是没有可能 惊人的杀伤力 顿时让人们对其不可小觑 都让人们对其他事